以故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出現在俄羅斯《對話者週報》封面 下方還寫下但還有希望 有別於其他俄羅斯媒體的輕描淡寫 《對話者週報》發表了大篇幅《南瓦尼》系列報導 不過卻突然遭到下架 《南瓦尼》的死因之驚人呀是個謎 《南瓦尼》的盟友爆料 西方國家積極斡旋 原本要以被關押在德國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殺手 交換《南瓦尼》和兩位美國公民 沒想到卻突然傳出死訊 盟友重生 普丁就是兇手 不過卻有烏克蘭間諜跳出來說 《南瓦尼》死於血栓 是自然死亡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26號表示 不會透露談判細節 而德國政府發言人也說 目前無法回答換球的相關問題 對此俄羅斯當局更是避而不談 同時也說沒有對《南瓦尼》家人施壓 不過《南瓦尼》的母親卻說 政府威脅她《南瓦尼》必須秘密下葬 白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擔心 《南瓦尼》之死會讓白俄羅斯當局有樣學樣 《南瓦尼》之死不僅留下眾多謎團 後續效應也讓各界擔心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至於白俄羅斯前事 老闆古動物